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接著我們週末放輕鬆的時刻 其實你可以下班週五 然後晚一點點來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個 適合大家稍微可能有一點小桌 或者是吃一些輕食 然後很放鬆坐在這邊聽音樂 看看台北的精華的市區 街頭街景 然後來往的旅客的感覺 因為這邊其實它也是結合了 一個精品旅店的一個空間 但是它有一個像是一個 Lunch Bar的這個形式 讓大家可以坐下來吃吃東西 喝喝飲料 要介紹這個空間跟我一起的 歡迎店長小優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你好 其實妳進來 雖然會覺得很像是一個那個 精品店的那個大樓的Lobby的感覺 可是你們這一角啊 特別我覺得有設計感 而且特別吸引大家的目光耶 這邊是以什麼樣概念的風格來做設計嗎 我覺得它是會延續到一個影子穿搭的概念 像原本這邊我們是要擺飾服畫 但是後來就是有延續到一個影子的概念 所以包括像這個冰框 然後還有到我們的名片的設計 這是你們的名片喔 對… 好可愛喔 這可以變成一個收藏品了吧 所以它是餐具的椅子的概念 對… 然後包括到現在這個使用的桌子 包括還有椅子 都有穿搭一個影子的概念 我覺得好像也有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來往的旅客 而且各個國籍的旅客其實會比較多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看喔 就是像這樣的設計我覺得很好 因為每一個人我覺得就好像變成了一個主角的感覺 雖然它倒映在這個鏡子裡面對不對 所以它不是光只是讓大家整理服裝移動的感覺 它會讓你變成一個這個不一樣的就是室內的設計的景色在這邊 大量黑色調鏡子以及椅角細節 還有黑色刀叉湯匙造型的電卡名片 都是以衣影以及剪影的意向為軸心來變化或設計 而幾張大大的木頭長桌 又為這簡約的調性增添了一股溫暖的觸感 加上創意的皮箱小桌 舊牛仔褲回收製成的椅套等等小細節 讓這個咖啡空間處處充滿設計巧思的小驚喜 而這些充滿風格的創意元素 都是由台灣知名的設計團隊一手打造的喔 當然在餐點設計上 也要延續這濃厚的台灣風格 然後我們要來看到 當然國際旅客很多 所以我們要把台灣的意念 傳達給這些國際上面的友人對不對 所以我發現你們的餐點設計 雖然呢 比如說像是這種西式的三明治 可是它就真的偏偏雜入了很中式 很台灣味的元素 對 譬如說我一掌過來你就看 它裡面的那個內餡 對 這是我們的招牌北京烤鴨 北京烤鴨拿來雜三明治 對 因為它其實一開始的概念是 我們想要使用就是傳達台灣味像是掛包 對 那後來覺得其實好像可以再傳達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特別找了廠商 幫我們製作這個掛包概念的這個 這個喬巴達三明治 然後夾雜著我們這個 也是台灣的鴨肉 我可以把它掀開來看一下嗎 因為我看到它真的就是夾入的那個烤鴨 是帶皮的那種烤鴨對不對 對… 然後呢 你剛剛上面還有淋了一些醬油 但是跟我們吃北平烤鴨 就是以往沾著甜麵醬又不太一樣 對 它裡面有自製的鴨汁 然後還有金醬 然後還有油蔥 對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麵包的最上層上面有加了 也是傳達一個台灣味概念 就是它是用台灣新鮮水果下去做 是吃得到百香芒果果肉的 那這個搭配的是百香芒果醬 所以北平烤鴨的鴨肉 然後搭配那個百香芒果醬 對 就是有點天鮮天鮮的感覺 那吃起來口感就是客人反應都很好 所以就是成為我們咖啡的招牌 哇 這樣搭嗎 我來吃吃看 好 我來感覺一下那個感覺 我覺得它有很熟悉的台灣味道在裡面 因為你那個烤鴨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剛剛要吃那個燒辣便當裡面 還會吃到的那個肉的口感 但是它搭配的卻是那種小黃瓜 然後鍋具的生菜 然後它的那個肉質 就是會因為這些生菜這些蔬菜 它有一個清爽的口感 所以不像你以往吃那個燒辣來的 這麼的重油重鹹的感覺 北京烤鴨三明治 將台灣懷舊的口味 融進了西方料理當中 又油又多汁的片鴨肉 夾進大量的生菜 還有頗腹嚼勁的草八道麵包裡 吃起來清爽不膩喔 而大膽玩味道的百香芒果醬三甜滋味 更是與這北平烤鴨意外的合搭 吃起來鹹甜酸香通通都有了 滋味很是豐富耶 另外我還找到了一個 也很代表台灣味 而且它真的是大家很喜歡的小吃耶 然後在這邊也可以找得到 但是它也做了一點 稍稍不同的變化對不對 就是炸醬麵 我們一般可能你在麵攤吃的 都是那種就是細麵 或者是那種白麵 可是這邊把它變成了 烏龍麵來做搭配 你們的肉醬是自己做的嗎 對 我們是每天新鮮餡做的 那它使用的是豬的厚腿肉 對 然後它的受肥比例是8比2 我覺得炸醬麵好吃不好吃 其實就在於那個靈魂的那個肉醬 炸醬 對 好 我先來吃吃看炸醬 我喜歡這個醬香啊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炸醬耶 因為它的那個醬香的炒的火候的味道 有炒香在裡頭 但是它的那個醬味不會死鹹到 把豬肉的鮮甜味蓋過去 然後所以肉醬的本身它的味道 我覺得就非常的好 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考驗一下 它跟烏龍麵 這樣子比較粗的麵條搭配起來的口感是如何 我覺得搭烏龍麵賦予了炸醬麵它一個新的那個口感跟味道在裡頭 這裡的炸醬本身鹹甜醬香滋味足夠 所以拌上較粗胖的烏龍麵之後 滋味的包裹度也是恰到好處 加上烏龍麵 彈牙軟Q的滑順口感 簡簡單單的平民炸醬麵啊 瞬間口感滋味都升級了 不過如果我覺得你是傍晚來的話呢 那點一個甜點然後再搭配一個飲料 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然後這邊的甜點啊 其實你們也是特別跟一個 就是算是知名品牌合作 對 台灣市場的知名品牌 然後這道甜點是什麼 它的特色的話上面有脂質的藍莓果醬 那下面是搭配比較偏重起司乳酪的口感 對對對 所以它是水果跟那個就是起司 重乳酪起司來做搭配 好 進去 我覺得它上面啊 因為是那個果香調酸酸甜甜的 然後所以下面的那個就是乳酪起司啊 它其實濃郁 但是不會覺得吃起來很油膩 對 會太過於強烈 對 有稍微平衡了一下 蛋糕盤上用巧克力 還有焦糖醬畫出的線條 當然不僅僅是裝飾喔 不要忘記要拿蛋糕沾著一起吃 略帶苦甜的巧克力 以及牛奶糖般濃郁乳香的焦糖醬 賦予了這蛋糕不一樣的成熟風味 另外呢我們這邊拿這一杯飲料 還不要誤會 現在還沒有晚上 所以我們還不開喝 我們喝的是無酒精的飲料對不對 但是它是奶茶嗎 它是豆漿 我們找了一個也是有傳達到台灣味的概念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豆漿店 然後我們請老闆幫我們搭配 因為要搭配我們的這個紅辛巴勒果醬 所以它豆漿在製作上又不可以太甜 那又不可以就是太無味 對 所以就是特別請一個老師傅老闆 幫我們調配了這樣子的豆漿的口感 然後我們剛剛說加進去的是紅辛巴勒喔 它特別的是它也是用台灣的新鮮水果下去做的 所以在吃這個果肉的時候 它裡面是會真的吃得到它巴勒的果肉 就非常的紮實 對啊 我其實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下面那個紅紅的 你開始以為它是莓果類的紅 結果其實不是它是紅辛巴勒的紅 好 來喝看 嗯 我有吃到那個紅辛巴勒的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果肉 我覺得巴勒的香氣淡淡的 然後它原本就是豆漿本身的豆香味 沒有被那個紅辛巴勒蓋過去耶 可是我相信它甜度一部分來源 是來自於那個果醬對不對 對… 所以你就覺得它喝起來的那個甜味 是新鮮的那種果香的甜味 然後不是一般我們那種砂糖 去熬煮出來的那種糖味 其實會相對的讓這一杯豆漿 它多了一個那個果香清爽的 那個香吊在裡頭 喝起來豆香濃郁的豆漿 是特別選用 迪化街廟口老店的手工豆漿 加上用台灣水果製成 內含紮紮實實果肉的 再從紅手工果醬所調製而成 新鮮的紅辛巴勒豆奶特調 讓僅僅是喝一杯豆漿 也可以品嘗到新鮮又體面喔 咖啡餐飲選擇這些創新的台味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樓上就是以MIT為設計主軸的 精品旅店 在新極國際飯店林立的信義區當中 這間精品旅店主打台灣製造 設計精品風格 舉凡客房內的液晶一幕 沙發家具 床墊 浴室當中的漱口杯組 清潔沐浴組 還有用客家花布圖樣為設計的茶杯 以及自然栽培的台灣茶包等等 在房間裡面尋找MIT製品 就彷彿是探險般 處處是驚喜喔 有外籍朋友做客台灣時 不妨落腳此處來感受一下 從頭到腳 徹徹底底的 架槓台灣味 位在美食店家林立的永康街商前 有這麼一家店堅持手作烹飪 來呈現食物的美好 由廚師老闆號召廚師好友們 經營的美墨料理餐廳 要用全心做出一道道美味的好料理喔 好不容易放假了 其實週末假日大家都會睡晚一點對不對 這個時候起來的第一餐呢 其實Branch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今天我們來到的這一家呢 其實就有非常多種類的Branch 可以讓大家來好好的滿足一下 你的第一餐的慾望喔 在我身邊呢 歡迎老闆Ken 你好 嗨 你好 我是Ken 你好 可是我剛剛其實在跟Ken聊天的時候 他說我今天的這樣的裝扮來吃Branch 其實在國外是不及格的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國外啊 他們吃Branch的時候啊 是非常慵懶的 是不會特別去打扮來吃的 對啊 所以說台灣女生啊 他們都奧比全裝啊 盛裝的打扮 可能也有關係到台灣的風格就是 因為店家非常注重裝潢 尤其在台北這個地區 所以說如果客人來吃的話 打扮得太隨便 就覺得說可能不太適應 所以說他們都會特別的打扮 然後來吃的時候就拼命的造想 對啊 可是我發現其實你們這邊的那個裝潢 還好不會讓大家太有壓力 說我一定好像要打扮著 穿著的特別的盛裝 才能夠搭配 對 這邊其實我覺得 營造一個比較輕鬆水性的感覺 對 我的餐廳的風格就是 希望客人來到我們店裡面之後 有一種家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做的食物也是HOME MAKE 但每次的食物的話就是 沒有太注重於擺盤 但是注重於裡面的原料 真材實料 所以來這裡用餐啊 穿著睡衣 拖鞋也變不好意思啦 輕鬆 舒服 隨性 自在 是老闆最想要大家感受到的Branch Time 一樓長長的吧台座位 結合了開放式的廚房餐點製作區 讓每一份料理的製程完全透明化 而通往地下室寬廣用餐區的樓梯 則用大小鍋子來裝點 還有還有白色牆面上最吸睛的 這些放大食物圖片啊 都說明了這裡食物是最必然絕對的最佳主角 接著就讓我們一起來嘗嘗這些手工製作的真實好料吧 大家會習慣說我要吃一個Branch 可能呢你會從比較清淡的開始對不對 然後清淡大家就會想到沙拉 可是啊其實會覺得吃沙拉很健康 但是就我個人尤其是女生來說 早上起來第一餐吃沙拉 會有一點那種 好不冷喔 然後好凍喔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冬天對不對 沙拉一般來說都是比較冰冷 所以說我們做一些比較創意料理的沙拉 這個是沙拉喔 對 可是那跟我印象中的沙拉很不一樣耶 對 它的沙拉是用 新鮮的牛番茄下去做料理的 然後上面啊去做焗烤的部分 弄Majrara起司 上面再灑成年糯米巴沙咪口酒醋 然後再灑蘿勒醬這樣的 所以它是暖沙拉熱的 對 我覺得那個番茄啊 在烤過之後啊 它的那個甜味好像被濃縮在裡面了 對啊 它會被包覆起來 然後再用巴沙咪口酒醋 跟蘿勒的味道把它提起來 這樣子 那冬天吃的話也不會太冷 像冬天一樣會吃沙拉 所以說我們就是不想讓客人覺得說 哇 冬天沙拉就一定是冷 所以說做一道熱的沙拉 對啊 而且它上面有那個熱熔起司的那種 就是奶香味 起司香 熱的沙拉 還熱燙到有起司融化在上頭 產生會看西的披薩沙拉 沒想到會吃到這樣子的沙拉吧 而且大量的馬子瑞拉起司 鋪在酸甜多汁的番茄上頭 吃起來一點也不膩 而是停不下口的好吃呢 當然我覺得早午餐裡頭 一定不會少了蛋的料理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這個西方人這麼愛吃蛋 而且它的蛋可以有好多好多種的做法 像你現在要吃的這一道它是阿姆雷 阿姆雷的話它是從法國傳到美國來的 對啊 並不是美國的菜 它是法國菜喔 對 它是法國菜 可是大家誤會它是美式料理的對不對 對 因為美國人把它幫揚光大 真正就是要符合法式元素的這個 Omelet的蛋 應該是呈現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呈現的感覺就是 如果說外面現在 旁邊大家都會做蛋捲 像美國人他們做的蛋捲 絕對就好像台灣的菜波能一樣 就是好像半折這樣子 對 法式蛋捲的話比較特別一點 它會剪得像圓圓的 有點像日式的蛋包飯 但是它的餡料是塞在裡面 剛煎好是苦苦的 對 然後兩邊呈現這樣子下墜的醉型 所以中間是最飽滿最多汁的 對 然後起司會包覆在裡面 如果剛剛捲好要上來吃的時候 一切下去起司融化的部分 你都可以看得到 其實你看喔 我們像這樣切開 它裡頭是非常濕潤的 然後呢 還有那個起司融化 然後其實蛋液的部分也有一點 像是那種半熟半熟的感覺 對 然後餡料好豐富 我們這邊呢 這一份蛋捲 它裡頭有什麼餡料 裡面有洋蔥 然後綜合的野菇 然後美國火腿 然後還有馬斯拉起司 我來吃吃看 這感覺就非常juicy 好像在吃水果的那種多汁的感覺 因為它中間的那個熟度是很軟嫩的 然後呢 兩邊包覆的蛋皮呢 熟度比較明顯之後 我覺得它有煎過之後的蛋香 對啊 然後裡頭是吃那個潤滑 還有去其融化之後 跟那些餡料啊 你覺得它包裹在一起了 對 它就有兩種口感 一種是餡料非常的軟 然後外面會有鐵板那種香氣 對 但是又在吃的時候 又不會過焦 在多樣化的蛋類料理當中 Omelet蛋捲 算是最華麗成盤的一種了 熟度掌控左右了蛋捲的口感 還有美味度 一切下去啊 軟嫩的蛋包裹著多汁半熟的蛋芯 還有香甜的洋蔥 和一些鹹香的餡料 大量的起司 則是被蛋捲的熱度 融化成這流質液態狀 一口下去啊 滿滿的蛋香還有起司香 這裡的蛋捲我只能說 真的是讓人吃起來油味盡耶 不過不要想說 吃Bronch會不會吃不飽 尤其是男生可能就覺得 就麵包啊 蛋啊 火腿啊 香腸啊 分量會覺得不夠 這邊呢 如果你點這份的話 就不用怕分量不夠 因為Ken跟我說男生也一定吃得飽對不對 絕對吃得飽 因為我們這邊菜做的份量啊 其實都會比較大一點 對啊 然後用料其實都很紮實 看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吃下去才吃到一半就已經飽足感就飽了 不會 我覺得看也有什麼 因為你們的墨西哥捲餅啊 這捲不太起來耶 外面的墨西哥捲餅是可以 非常的這個輕鬆把它捲在裡頭 對啊 對 然後外面其實看起來就是餅 可是你們的外面看起來不只是餅喔 還有一個那種就是 熱溶的起司包覆在上頭 對 因為這道叫烤捲餅嘛 就是我們會把新鮮的鮮料炒在裡面 然後把它包覆起來之後 外面會再淋一層淡淡的chili sauce 然後再切到起司去做焗烤的部分 當那個起司融化下來 上菜的時候非常的香 香氣非常的濃 光側面我才切一小塊 它其實就分量非常的大了 好紮實喔 嗯 首先一進去啊 其實那個墨西哥香料的味道 就很明顯 儘管上面呢 鋪了很多的cheese 然後鋪了肉醬 然後裡頭呢也是很豐富的配料 肉類啊 然後還有那個洋蔥啊 熱炒之後的那個 香氣 可是它吃起來不溫意 對 是非常mich 因為像外面很多人 在加這個墨西哥香料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特別去調過 還有加其他的香料粉去調 腰籃的話那個 孜然啊 跟各方面的茴香啊 豆蔻啊 香氣太腫 台灣人很怕 所以說絕對都是淡淡 絕對沒有過料 我說老闆 有沒有人跟你說過啊 把墨西哥捲餅 鋪上cheese 跟肉醬焗烤的做法啊 是大大大犯規啦 這樣讓我吃到這麼豪華版的 墨西哥捲餅 以後我要怎麼再回去吃 一般的墨西哥捲餅呢 強烈建議所有的cheese corn 還有肉食控的朋友 都要點這一份烤捲餅 來嘗嘗喔 早餐 午餐一起吃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連下午茶的甜點 也一起在這一餐裡面 把它囊刮進去對不對 對 所以當然呢 我們要來一個甜點 來做結尾的啊 然後這邊呢 其實分別有一杯打得很濃郁的飲料 然後呢跟我們的brownie蛋糕 其實都算是比較美式的一個甜點的飲料 沒錯 那美國的話一定有奶昔 一定有brownie巧克力蛋糕 然後加冰淇淋這樣的 可是這邊的這個奶昔喔 剛剛那些片段跟我說 你們不加冰塊的 對 不加冰塊的 加牛奶就去它 可是是怎麼讓它有那個冰的感覺 有冰的感覺就是 我們會用香草冰淇淋 然後做其他新鮮草莓加牛奶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喝起來 它其實有那種就是 草莓冰淇淋的那種 打成奶昔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用草莓的 草莓甜度多少 它就是多少 所以每一杯其實都是現做的 然後呢 配合這個當季的水果 對 來去製作的 草莓啊 藍莓啊 跟各方面的商勝啊 這樣子 嗯 很甜甜蜜蜜的那種滋味喔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吃這個brownie 它其實除了蛋糕之外 上面還封了一個非常 就是看起來氣勢很驚人 會流動的巧克力醬 對 吃熱的蛋糕是很鬆口 是很好吃的 再沾這個醬也很好吃 喔 所以呢 其實要沾上面的那個巧克力醬 其實對不對 對 而且我剛剛擦直下去之後 我覺得你們那個蛋糕好扎實 它的那個氣口是非常的細 對 差異性在於說現在外面日式的蛋糕啊 跟各方面的蛋糕 拿起來整個都很輕 嗯 對啊 真材實料就是小麥粉下的重 當然成本比較貴啊 但是吃起來飽足感又有 健康又有 嗯 好濃郁喔 你那個下去之後啊 其實它的那個蛋糕是紮實 但是它是很黏化的那個口感 對 雖然這裡的brownie蛋糕 還淋上了厚厚一層的巧克力醬 不過不用擔心喔 它一點也不會過於甜 因為不論是蛋糕本身 或者是巧克力淋醬 都是用趴樹高的苦甜巧克力來製作的 濃郁的巧克力苦甜氣息啊 就算是吃下一整塊也不甜膩啦 扎實的真實料理 大份量的滿足豐富 時尚熱情的台味演繹 想好你的週末時刻 要消磨在什麼樣的輕鬆氣氛裡了呢 一起出門找個地方 讓你的週末徹底放輕鬆吧 點心趴趴GO 我們下週見囉